欢迎持续收场1300整点新闻 我是陈轩如 新闻开始要带零来看到最新消息 那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售肉园 其中有两件被检验出防腐剂超标 分别是中和区金镇好吃肉园 还有新庄区肉园的店 那这两家上游供应商都是来自新庄彰性摊商 将会处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的罚还 接下来要来关心MERS的疫情 那南韩目前真的非常令人担心 当地卫生单位又对外发布了消息 有两名患者确诊是感染MERS 也让南韩的确诊病例增加到7个人 但现在更要担心的是防疫出现了漏洞 有一名疑似患者的44岁男子 礼拜二出境的时候是前往到中国大陆 所以南韩卫生局也紧急通报 世界卫生组织跟大陆当局 现在就怕疫情会持续扩散 接着要来关心中山医学大学大四生 张博威四年前独自登山失踪 那锦销是找了51天都找不到 最后登山课却在两天内就找到了 家属就认为救难机制有问题 速请国陪 那四年多来张妈妈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钻研国外救难制度 而且还亲自到南非来寻找案例 写下了百万字的报告 那最后家属是获得国陪 只需要来追踪山难事件 那为什么登山课两天就可以找到人 关键就在这个登山课黄国书 他是靠着多年经验 一进入山区就跟家属电话连线 把山上的背景风声放给最后 跟张博威通话的女朋友听 他是靠着听声辩位的方式找到了遗体 而被判处是搜救不力的南投消防队 他们听到最后要国陪是觉得很无奈 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牺牲休假参与搜救 抹灭了他们的努力 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 再来要看到琉球级渔船明镜才6号 在台飞重叠海域被菲律宾公务船持枪拦截 那还好海巡署基隆舰是倒吵 那最后渔船是平安获释了 昨天晚间船长历劫归来 那是非常激动 就给了太太一个大大的拥抱 接着要带你来关心政治焦点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之后 就成立联委会追查五大案 那其中最具争议的大据弹案 现在已经公布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是希望前台北市长马英九 跟前财政局长李树德要移送检调 但联委宣称第二阶段 就要调查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目前下个阶段调查时间还没有头绪 接着要来看到侯孝贤指导的电影聂影娘 是获得了砍成影展的最佳导演奖 但是这么高规格的电影 到了立法院竟然被窄化到只剩下两个字文创 今天国发会副主委黄万祥就说 妮影娘很可惜没有结合文创 让人觉得可悲又可笑 那包含作家张大春主持人马世芳都纷纷在脸书开码 再来要看到总统马英九 昨天他才跟陆战队弟兄跑完3000公尺 今天又到新市国小陪小朋友慢跑 那接连两天下来呢 他还跟媒体说都不累 倒是今天他还特别送牛奶给师生 也被外界联想 这个动作是不是就是在力挺前台北市长郝龙斌的牛奶政策 自从推广电子发票之后 大家是越来越少捐发票了 比例甚至不到百分之一 所以财政部就找来基金会跟企业合作 推广顺手捐发票 只要在结账的时候跟店员说 我要捐电子发票就可以轻松做爱心 接着来看到在今天凌晨一点多 台中市区一处大楼传出火警 那1000多名的住户在睡梦当中就惊恐逃出来 当时就有住户说了 看到监视器出现陌生车辆 那上午警方也公布了最新画面 确实有拍到可疑车辆 只不过很可惜没有拍清楚车牌 另外要来看到在高雄市有名48岁的王姓女子 她因为记恨之前两位前男友使乱中气 她就连续四次跑到这两位前男友家纵火 而且还放火烧车子 那警方最后抓到她 她就说因为两位前男友在10年前欺骗她的感情 她实在不甘心所以才会跑去纵火 但是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公共危险罪 持续要关心女子纵火的案件 早上两位被害人 那他们是通通否认跟这名女嫌犯有过感情 那只是碰到这个女子预谋纵火 不只是车子毁了就连住家门窗也被烧到 他们直呼太倒霉 转换心情要来看到娱乐焦点 今年演艺圈喜事连连 大陆艺人黄晓明跟安卓拉 被比爱情长跑五年多 两个人是常常晒人爱 而昨天下午黄晓明呢 更在网路上po出了领结婚证的照片 公布两个人已经在青岛正式登记结婚 另外要看到名导侯孝贤 是以聂影娘在砍成大放异彩 她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也分享了自己的世界观 她说要客观的观察才能够累积自己的风格 广告后带您关心 前年一名中国女子唐英 因为跟台籍前夫预谋杀害男友 高等法院二审认为两人手段凶残 判处无期徒刑 蔡英文启程访美 虽然这次访问途经美国六大都市 但她的访问重点还是向美国行政部门 说明她的两岸政策 更多新闻内容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要来看到前年一名中国女子唐英 因为跟台籍前夫预谋杀害男朋友 那之后两个人就逃到大陆 但最后还是被抓回台湾 那过程当中她的前夫为了保护前妻 就想要把责任一肩扛起 但是高等法院二审认为 两个人手段凶残 最后判处两个人无期徒刑 台东地区先前出现一名 带着西瓜刀四处闯空门的窃贼 那之前她行窃被逮之后交保 交保出来之后又继续作案 那就有被害民众用监视器拍下画面 上传脸书要大家多注意 最后还好警方动作很快 终于在昨天晚上把她给逮捕 好女生真的要小心 在台中市街头出现了一名羽衣男子 尾随国中女生回家 那她是一路跟到巷子里头 而且还跟对方搭讪 把女学生给吓坏了 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 发现这一名男子身材微胖戴着眼镜 而且在事发之前就已经在上司口 等女学生走过来 很显然是已经锁定目标 最主要带您关心政治焦点 民进党在礼拜二才发表了国防蓝皮书 是抛出了兵役制度 还有第四种军种网军等等愿景 那议题发酵短短两天 今天国民党团就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批评政策太空泛 蔡英文根本就是名副其实的空心菜 好 要看到蔡英文访问美国 总共12天 途经美国六大都市 那她的访问重点还是在向华府 那用意是要向美国行政部门 说明她的两岸政策 房地合一税政院版上周通过 不过担心这个会期 没有办法经立法院顺利通关 政大地震教授跟民间团体 早上就拜会国民党团 要求自家立委赶快审议 尽速通关 地震学者跟民间团体 早上拜会国民党团 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也到场 确立国民党对房地合一表达支持立场 那同时他们也拜会了民进党 台联党等立院四大党也都一一拜会 朝野都表示愿意支持 渴望周五送院会一读 如果本会期通过的话 最快明年初就可以实施 再来要看到毕业季就要到了 应届毕业生也要涌入职场 那今年因为产业缺工 五月份工作机会就高达66.7万个 创下历史新高 那新鲜人到底要怎么样求职 是有技巧的 赶快来看看 接着要来看到在大陆南京 出现了离谱驾驶 它开着一辆运送废弃物的小货车 行驶在高架道路上 车子突然起火燃烧 但是这个驾驶发现之后 它没有赶快停车灭火 反而是继续开上路 那整辆货车就像一个大火球 让大家看了非常害怕 再来要看到大陆出现罕见的胎中胎手术案例 江苏一个出生八天的小女婴肚子异常隆起 家长带去给医生检查 却发现 她的肚子里头有一个16公分 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小宝宝 还好及时做手术救了小女婴 广告后带您关心 国外流传了一则消息 如果iPhone使用者收到一条特殊字体写成的苦咒 很有可能会让iPhone崩溃重开 但这是真的吗 台中一名BRT快捷巴士女驾驶 被乘客直击边开车边用对讲机聊天 一路聊了11站 被批评实在太夸张 很多新闻内容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你的手机是用哪一个牌子呢 现在外国有网友流传一项消息 如果是iPhone的使用者 收到一个特殊字体所写成的符咒 很有可能会让iPhone崩溃重开 而且英国媒体还会声会影 报道了这项消息 但到底是不是真的 一起来看看 为林查布最新消息 中央气象局说 今天台湾附近转为西南风的环境 暖湿空气让各地气温 比昨天要更高一些 台北市在中午12点32分出现了35.5度高温 创下今年入夏第二高 而且就连新北市板桥也有34.8度 提醒民众做好防晒工作 以免中暑 接下来看到用手机来APP叫车的话 很有可能会各自外泄了 因为就有女子呢 她透过APP程式向知名计程车对叫车 但之后却接连收到两名司机 不断发送LINE讯息 还有影片骚扰 更夸张的是其中一名司机 表示自己是女乘客的粉丝 想要跟她做朋友 那女子不堪其扰就找客服解决问题 结果客服却跟她说 你用轿车APP就是同意车队使用各资 这样的回应让她非常的傻眼 再来要看到在台中 BRT快捷巴士的女驾驶 被乘客直级边开车边用对讲机聊天 而且一路聊了11站 是从台中杀戮郊区一直聊到台中市区 多达十几分钟 让民众觉得很夸张 国道高速公路出现危险驾驶 原名兵士车主在行经小港路段附近的时候 没有打方向灯就突然变换车道 而且更离谱的是 她是从最内线开到最外线是连切三线 这可让后面的驾驶气坏了 轻松一下来看到俄罗斯这位女模 她说她从来没有整形 但是武官跟身材都超像芭比娃娃 那她自己就跟媒体爆料 父母从小就以芭比娃娃的规格把她养大 不只严格控制她的饮食 而且还请来私人教练来训练她的身材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五件新闻 我是陈轩如 我们再会